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央政治局委員 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應邀和美國國務卿蓬佩爾通電話 在通話中他首先自吹自擂一番 就說中國目前的防控形勢持續向好 中方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 打贏這場防控追擊戰 中方始終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 及時向世衛組織 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通報情況 分享信息 話說到自己完全沒有責任 然後他就來了 楊潔篪批評美國有一些政客 不斷唱衰中國和中方的防控努力 對中國進行了污名化 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予以強烈的譴責 美方應該立即糾正錯誤 停止對中國的無端指責 任何抹黑中國的圖謀都不可能得逞 任何損害中國利益的行為 都必將遭到中方的堅決反擊 這個很明顯就是對於特朗普的長子唐立德 早前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 所分享的短片的回應 不過他就不點名來批評 他說美國有些政客 哪些政客才行 你又不點名 對不對 不過是人都知道你說唐立德 目前中國的外交部 似乎變成了兼任中國對外的宣傳機器 不斷找來一些外交部的發言人 或者是駐紮在外國的市領館職員 來發表言論 這些言論主要有兩個方向 第一就是幫中國在今次的非常事件中推卸責任 第二就是在世界各國的人民心目中 將中國描繪成為恩主 就說中國是來救大家 到底這個如意算盤能否打得響 還是未知之數 不過世界各國的人民其實還有很多都是清醒的 其中一個就包括秘魯的諾貝爾文學長得主 這位就是巴爾加斯略殺 最近他在當地的一份報紙當中撰文 就說如果中國不是一個獨裁國家 世界的情況不會演變成為這個地步 而且還指責中國曾經阻止消息的傳播 當然中國駐秘魯的使館 隨即發聲明來反駁 就說他那篇文章不負責任地指責中國 論調荒唐惡劣 對此表示強烈的反對 所以大家就看到 中國駐外國的市領館職員 真的很不空 經常要密切監視著 到底當地媒體有沒有舉足輕重的人 走出來發表一些批評中國的言論 如果有的時候就要馬上發出聲明來反駁 基本上外交部就是兼任了這個宣傳機器的功能 接下來我們又說說關於台灣方面的消息 最近一名台灣上班族 上網見到那些機票 哇 這麼便宜 當然是不妨 於是無論 beauty 37 21 馬上買了兩套來回機票 在一週內快閃來回泰國和日本北海道 她还向自己的公司說謊 あり自身只是留在台灣的內部旅遊 最后当然是东窗事发 因为他中了标 搞到整间公司所有员工 连同老板都要进入中心睡14晚 当然被人批评他是极度自私的行为 这些行为不单止是台湾有 其实香港一样是有 而且香港的漏洞更大 澳门目前已经宣布了 所有入境澳门的旅客 不理你来自哪一道 一律就要去到指定的地点进行14天的观察 这种一刀切的办法 当然是干净利落得多 你看香港还在拖泥带水 一会儿又说来自哪些需要入中心 哪些不需要 全部都愚蠢 因为你不需要去中心睡14晚的那些 其实就有很大的漏洞 你就叫那些入境旅客填张所谓的健康申报表 结果有很多人都是胡乱填的 包括有东西又扮其他事 或者地址专程座 电话专程座 你又没有去核实 实在发生了太多类似的过案 这个乱填本来就有法则 根据现行的法例规定 若然那个旅客是没有如实的填写健康申报表 即属违法 但是昨天張竹君主任透露 至今為止沒有人因此而遭受檢控 他說要證明相關人士刻意來瞞騙是有相當的難度 而且說港口衛生科人員比較繁忙 檢控遲一步才想 即是說目前亂填的情況 還未需要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變相是鼓勵將來入境香港的旅客繼續來亂填 因為就算亂填也好 你都給不到一個明顯的法律後果去承擔 更何況的是 在機場口岸上 你們說設置了一些所謂的體溫監察儀器 但似乎是沒有作用的 那些人全部都是照樣可以入境 根本上做不到一個邊境的篩查 這班傢伙 譬如說他一早在飛機上拍了院 他就可以使得自己的體溫下降 所以那些體溫監察儀器 根本上是形同虛設的 特區政府應該接納袁國勇和何柏良的建議 其實目前澳門已經在做 就是所有入境香港的旅客 不要管他來自哪一處 總之一進入到香港境內 麻煩他就自行閉關十四天 一定要這樣做才行 否則你不做這種一刀切的方式 繼續用你所謂的入境新報表和體溫監察儀器 完全阻止不到外來輸入的個案 目前香港的防控工作有這麼多漏洞 但不知道是不是隔離飯鄉的關係 CNN的一篇評論文章 竟然大讚香港的防控工作做得好 如果美國一早去跟隨 就不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 這篇文章說到 香港和中國雖然有這麼多邊境口岸連接 每年更接待數以百萬計的中國旅客 但個案數字能夠保持在二百人之內 這篇評論提到特區政府的幾項措施 當中包括了大專院後和中小學的停課 強而有力的監測 提供一些中心設施 以及監控在家裡閉關的人士 這篇評論似乎對於香港的情況 就不太了解 其實香港目前能夠保持這個數字 和特區政府完全沒有關係 純粹是香港人民間的持久力量發揮作用 因為香港人經歷過03年的痛苦經驗以後 全部的警覺性提升了 而且特區政府肯去關閉部分的六路口岸 都是全靠醫療人員採取了工業行動 向特區政府施壓才肯跪下 關閉了十個出入境口岸 特區政府一直都被香港人詬病 就是他有權不用 而且是消極不作為 大家只要回想一下 在一月份的時候 林鄭政府就被人罵到拆天 經常懶惰不去做事 結果政府不急民間急 於是大家群拆群力 通過自我救濟的力量 才使得香港的個案數字沒有急劇上升 而且文章提到的停貨措施 根本也是本地專家聯和教育界一起逼出來 至於這個所謂檢測 也不是太強而有力 因為根據袁國勇教授所說 目前香港檢測的數字 遠比韓國為之低 仍然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當然如果將美國和香港比較 以人口比例來計算這個檢測數字 香港仍然是有一定的優勢 這篇評論還說到 特區政府有監控在家裡閉關的人士 但這裏就不太準確了 因為特區政府本來有很多電子手環 很多人都不派給人 現在主要是通過WhatsApp和微信 即時定位的系統 將在家居閉關的人 問問他到底是否在那個位置 然後就叫他開視像通話 但已經有人揭發過 在網上揭發過 有些入境的人正正在新報表上 亂填電話號碼 然後邊境的人員 又不去作出核實 然後就慘了 那個電話號碼真有其人 不過就不是那個人 就被人煩足十四天 這些東西就不算有效監察了 你有這個電子手環也不用 根據最新的消息 創新及科技局就說 已經在市場訂購了六萬隻的一次性電子手環 並且有五千隻已經交付了完成測試 可供使用 麻煩 等那些人一入境的時候 你就幫他帶上去 大家都安全點 安心點 起碼不用承認他 在社區那裡走 你現在只是靠WhatsApp 或者靠微信 他可以亂來的 又可以不聽電話的 你有這個電子手環 我不知道你還有沒有一些破綻 被人破解到 暫時都未聽到有 那你就趕快用吧 是不是買回來又不用 真是把鬼 因此我就覺得 CNN的這篇評論文章 多多少少就有隔離飯鄉的味道 他就不是很準確地了解到 原來香港有今天這個成績 全靠民間力量去造成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